大家好,进入秋季九月份 由于气温逐渐的有了凉月 而且空气息度比较低 又是君子兰的生长旺季 这时我们可以给它披头盖脸的浇水施肥 当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一般这个盆土已经干了 八分的时候就马上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空根的现象 那么施肥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好了 无论是在哪个季节 给它施肥一定要专程薄肥勤施 在生长旺盛期也不例外 那么在这个九月份 我们除了给它使用这种芝麻饼肥做根部肥之外 平时养护也要辅助一些水溶肥 才能让脊椎施收得快、施收得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薄肥勤施 如果施肥过多就会引起烧根 导致烧苗 其实原因与腌菜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在腌菜的时候给它多一点盐分 就要下的把菜中的水分抽出来 当我们一次性给它施肥过多 土壤中的水分还有浓度突然升高 君子兰不仅不能从土壤中 释收到水分 还会使根部保留的水分也倒抽到土壤去 导致其猪蹄内严重切水 结果这些叶片就出现了 尾捏还有枯死的现象 所以我们再给它补充水溶肥 比如像这种兰科营养液的时候 每次浇水带上的话就一比一千五或者是两千 都不会出现任何烧伤烧根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种有机肥 肥力温和 不会伤根也不会消磨 直接给它换根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